香港政府昨天深夜宣布 港区国安法开现公布生效 最可怕的是 台湾人也可能受到港区国安法影响 即使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 是在台湾境内 但只要台湾人入境中国 甚至搭乘中国籍的飞机船舶 都可能遭到逮捕调查 苹果新闻网列举五项恶化条文 提醒五人注意 港区国安法第20条到第30条 明定分裂国家罪 颠覆国家政权罪 恐怖活动罪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行为 任何人组织 策划或者参与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 不论是否使用武力 极数犯罪 对中国来说 台湾香港都是中国领土 即使台人港人没有采取暴力 光是在网络上发表言论都可能触发 最终何处无其徒刑 港区国安法第29条规定 包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进行操控 破坏便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通过各种非法方式 引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对中央人民政府 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憎恨 并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都算是犯罪 换句话题就要说 你美人是 你美国人 你在美国 批评北京的政权 让香港人 觉得憎恨北京政权 而且可能引起严重后果 就换了本法的罪 港区国安法第36条规定 任何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 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适用本法 甚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注册的船舶 或者航空器内 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也是用本法 第38条也规定 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 永终性居民身份的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的 适用本法 这表示 台湾人在中国境外的犯罪行为 例如曾在网路主张台独 滑独 或是曾在网路上评论香港 如果出国旅游时 达成的是中国籍 或港籍的飞机 邮轮就适用港区国安法 可能遭逮捕调查 港区国安法第43条规定 军与警方等职保部门 在调查严重犯罪案件时 可以搜查可能存有犯罪证据的 处所 车辆 船只 航空器 以及其他有关地方和电子设备 要求涉嫌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的人员 交出旅行证件 或者限制其离境 最不可思议的规定还有 只要经行政长官批准 都有合理理由 怀疑涉及实施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人员 进行截取通讯和秘密检查 这意味着 只要你被盯上 你的手机就可能被秘密监控 当局国安法第59条规定 任何人如果知道 本法规定的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情况 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为了避免有漏望之余 一世犯罪分子的友人 亲属都要配合调查 如果不配合 就可能被视为共犯 都等同犯罪 政治人心才被报道 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